OK 發現剛剛前面的操作有一部分有錯誤 很抱歉 好 我一樣從回到剛剛Event Graph這邊 我從Spotlight這個地方先拉出來 好 我們這邊一樣是選擇這個Set Light Color 但我剛剛拉的地方拉錯了 抱歉 我剛剛是從Target這邊拉出來 這邊拉出來的話變成它是 反正我應該是要從New Light Color這個地方 這邊才是真正設定它的燈光的顏色 所以我應該是從這個部分拉出來 抱歉 剛剛操作錯誤 一樣選擇Promote to Variable 把它提升為變數 這個時候就會多一個變數的項目 然後我回到MyBlueprint這邊 這個是剛剛新增加的變數 抱歉 前面之前的這個我把它剩除掉了 好 所以這個是新增加的變數 那它的形態是Linear Color 線性色彩 抱歉 很約的資料型態很多 所以我剛剛忘了這個項目 就是我們要設定顏色的時候 是用Linear Color這個項目 好 那一樣我把它設成是Public 這邊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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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把它設成Linear Color 設定它的變數名稱 好 那我重新編譯好 好 那這樣子編譯好之後 我們看到在Default Value這邊 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這樣子的東西 右半部代表它目前的值 就是目前的內定顏色是黑色 那我們要設定一個新的色彩給它 所以點選左半部這邊 比如說我們就讓它內定是紅色的燈光 那我們接到紅色這邊 我們把燈光調亮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 Linear Color這個項目 它的內定值是紅色 好 那不過它的這個 初始的顏色呢 不是在Event Graph這個地方設定 我們把這邊刪除掉 這個現在這邊用不到 好 我們回到Construction Script這個地方來 好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我設定它是紅色了 那我現在這邊存檔 然後再回到我這個關卡這邊來 好 我先 然後這邊有看到有紅色 但是我Play下去之後 好 我走過來 好 我走過來 仍然是白色的 好 仍然是白色的 好 仍然是白色的 因為這邊我只是設定 有一個變數 名稱叫Light Color 它的初始值是紅色 但是這個變數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Spotlight 其實是獨立的 是分開的 並沒有產生任何的關聯 那它的關聯 要在Construction Script這個地方 好 我們現在選到Construction Script了 好 那Construction Script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這個紫紅色的方塊 這個方塊就代表我們的程式 從這個地方開始執行 什麼時候執行呢 每次我們按下Play這個按鈕 那Unreal重建整個場景的時候 它會去找到我們這個燈光這個Class的 所有物件 然後每一個物件都會去執行它的Construction Script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會用到這個 我們先選擇這個Spotlight 然後一樣把它拉進來 我們現在要來更改這個Spotlight的值 那所以它的顏色 所以怎麼更改呢 一樣從這邊拉出來 Set Color 那這樣這邊有Set Color 這邊串連起來 白色這個代表執行的先後順序 那我們要設定什麼顏色呢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設成藍色的 如果我這樣子設的話 那當我編譯完 回到這邊來執行的時候 所有的燈光一開始就變成是藍色的 那再回到這邊 所以我現在燈光的顏色來自什麼地方 來自我們的Light Color這個變數 所以我把這個變數 所以我把這個變數拉進來 拉進來這邊有Get跟Set Get代表我們要使用這個變數的值 Set代表我們要改變這個變數 所以我們選擇Get 然後把這個地方跟它連結在一起 然後把這個地方跟它連結在一起 好 那一樣變異 現在再回到這邊來 再來執行 好 所有的燈光都變成紅色的了 那如果我要更改任何一個燈光的初始值 比如說我現在選到這個燈光 好 那我們就看到在 OK Detail面板這邊 Default底下 就有這個Light Color 然後你一樣點選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設成是綠色的燈 OK 那再執行 好 那第三盞燈 就被調成綠色的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透過 Construction Script 我們可以給 同一個Blowprint Class裡面的 每一個不同的物件 不同的物件 在關卡開始執行之後 設定不同的初始值 好 那我們先介紹到這邊